当时的火车维修的一贯流程 为了台湾铁道发展历程 可说是非常重要场域 今天非常谢谢所有朋友 谢谢所有贵宾 一起来参与充满历史意义的台北机场 庆祝今年度的台北铁道文化节 盛大开幕 各位现场的贵宾旅客们大家好 10点30分往台北机场的1887次 LDK58蒸汽火车就要开了 搭乘1887次往北机场列车的旅客 请您赶快上车 祝您旅途愉快 各位旅客您好 本次列车由清代台北机器局出发 沿途停靠总办公室 裁电工厂 主力工厂 断野工厂 客车新车工厂 以及澡堂等设定古机 与历史建筑 终点站是台北机场西路间吊车厂 各位旅客我们即将进站 各位旅客您好 我们欢迎台北市的大家长 好市长搭乘小火车进场 以及台北市文化局刘维工流局长 台铁周永辉州局长 前总工程师陈明海 前厂长魏延明 前厂长罗运斗 台北机场厂长邱国松 感谢大家的答应 本次列车已抵达我们的目的地 西路天吊车厂 请向迎接的朋友们挥挥手 各位旅客 我们已经抵达台北机场 请旅客在列车停稳之后顺序下车 请您记得您的行礼 谢谢各位 是的 我们使用最热警导声 欢迎今天与会的重要贵宾 特别的莉玲 掌声欢迎 尤其特别要欢迎